长篇小说《推拿》是一部描述盲人生活的作品,让我们透过故事沉默的外表,聆听人物内心的绚烂,就像一条静默的河流缓缓流过,有漩涡也有温暖,夹杂着无闹也斜干。 带着沧荡。 作者 碧飞宇 演播 赵薇 张一光在三十五岁之前一直都是健全人,后来虽然眼睛没了,但是他的心性和他的习惯却从不是盲人,还是一个健全人。 他没有盲人的历史,没有盲孝的经历,没有正规的业务上的师从,怎么说都是半路出家的野路子,他怎么可能是自己人呢? 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张一光从那个世界出来了,却并没有真正的融入到这个世界,他是硬生生的插进来的,他是闯入者,闯入者注定是孤独的。 孤独的人就免不了会尴尬,张一光的脾气不稳定,和他的尴尬是有关系的。 他的天性是热烈的轻浮的,真正的盲人却偏于凝重和冷静。 人与人之间总要相处,这一来,他的热烈就不可避免的遇上的冷静。 以他的年纪其实很屈尊的,委屈也就接踵而至。 当委屈来临的时候,他又缺少一个真正的盲人所必备的那种忍耐力,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张一光容易和别人起冲突,冲突起了之后又后悔,后悔了之后再挽救,一挽救又免不了于尊降贵。 委屈就是这么来的。 张一光在煤矿的时候也和别人起过冲突,但是那样的冲突好解决,即使动了拳头,一顿酒就解决了,拍一台肩膀就过去了。 兄弟们是从来都不记仇的,盲人却不是这样,盲人记仇啊,这是盲人根深蒂固的特征。 张一光的难处其实就在这儿,还没几天,推拿中心的人都已经被他得罪光了,没有一个体脊的朋友,他在推拿中心未敢估计。 估计的人还不只是尴尬,还喜欢多管闲事。 张一光爱管闲事,爱管闲事的人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两只眼珠子滴溜溜的。 张一光的两只眼珠子早就没了,他的两只耳朵就学会了滴溜溜,一滴溜还滴溜出问题来了,小马对嫂子懂心思了。 小马终日沉醉在他的丹香寺里头,张一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痛心的, 这家伙不只是自作多情,还自作聪明,还自以为别人什么都不知道。 动不动啊,就要用他的耳朵和鼻子紧紧的盯着嫂子,这一盯就是二三十分钟,连下巴都快挂下来了。 盲人自有盲人的眼睛,那就是耳朵和鼻子。 如果换了一个正常人,你拿你的眼睛盯着一个女人试试,眼睛的秘密迟早都会被眼睛抓住的。 同样,耳朵和鼻子的秘密也迟早会被耳朵和鼻子抓住。 小马,你怎么能弄嫂子的念头? 不能啊,一旦被抓住,你在推达中心还怎么混得下去啊? 王大夫什么都没说,可是人家什么都没说,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知道啊。 小马,你害人,害己,这一心思啊,是瓦斯。 张一匡已经断定了,小马通身洋溢的都是瓦斯的气息,没有一点气味,没有气味的气息才是最阴险的。 稍不留神,瓦斯轰的就是一下,一倒一大片。 得救救他,得救救这位迷了图的小兄弟。 张一匡决定撥底抽薪。 他了解小马这个年纪的小公斤都是小精虫闹的。 想当初张一匡在矿上就是这样,一天的活干下来,累得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 可是上了床,身子鼓却又惊人,一遍又一遍地想老婆。 其实呢,是小精虫在密密麻麻的咬人。 小金虫虽小,它们的数量却不可估量 它们有它们的千军万马,它有它们的排山倒海 七尺的硬汉是斗不过它的 皮肤汉术是可能的 要想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只有把它们轰出去 一旦轰出去,一切就太平了 上床之后,只要叹一口气,合上眼睛就能睡着 小马到底还是被张一光哄进了洗头房 小马懵里懵懂得进去了,张一光安排得相当周到 当小马明白过了真相,一切已经晚了 张一光给小马安排的是小蛮 说起这小蛮,可以说是张一光最为宠爱的一个爱妃了 在最近的一段日子里,张一光宠信的一直都是她 她在床上好啊,红死人不强命 说实在的,把小蛮安排给小马,张一光实在是有些舍不得 但张一光铁了心了,她必须舍得 得让小马尝到甜头,得让她死心塌地地爱上洗头房 等她在洗头房里一遍又一遍把她的小金虫轰出去 小马就踏实了,嫂子在她的心里就再也不会这么闹心了 人和人之间很有意思 就在推拿中心的态势一天一天严峻起来的时候 小孔和金烟却悄悄走到了一起 突然就热乎起来 王大夫曾经切耳听见小孔私底下说过 他对金烟的印象并不这么好 这个女人的身上有果子不那么好的味道 哎,你就说这川沛吧 你瞧这女人弄的,每走一步都有动静 不是光定光当就是欣喜苏苏 时时刻刻都好像是要把自己嫁出去的样子 你总不能天天嫁人吧 这说明什么 说明她招摇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判断 小孔和金烟不对付 明白这不是一路人的假释 这一点推拿房里的推拿师们都听出来的 小孔和其他人说话向来都是干脆 一盒金烟大枪 问题来了 脱声脱气 其实呢,就是拿枪拿掉 王大夫为这件事专门和他说过 何必呢 大家都是盲人 又是出门在外的 可小孔用刚刚学来的南京话 把王大夫打发回去 我管哪 小孔对金烟的态度金烟知道 但他并不往心里头去 不往心里去 他是假的 只是不愿意和小孔一般见识罢了 怎么才能不一般见识呢 金烟就专门找他的男人说话 这个醋小孔没法吃 他又不是背地里偷鸡摸狗 人家大大方方的 开个玩笑 还开不得了吗 再说了 他金烟又不是没有男朋友的人 金烟是怎么和王大夫说话的呢 举一个例子 生意忙起来 王大夫免不了要对客人这样说 哎呦对不起 实在憋不住了 我得去趟厕所 金烟就要把王大夫的话接过来 用体贴无比的腔调说 去吧老王 又不是项链 老太子身上做什么 小孔知道和金烟硬斗不是他的对手 只能给他这么一个态度 金烟也是知道的 小孔就是不喜欢他 没什么道理 硬凑肯定凑不上去 那就不往上凑 只要在王大夫的这一头 维持好一定的关系 那就行了 就是这样的两个女人突然走到一起去了 女人就是这样 不能有过节 一旦消除了过节 再好起来 那就没边了 恨不得把自己的脑袋搁下来 再装到对方的脖子上去 事实上也是这样 小孔和金烟好起来之后 两个人动不动就要做出一副换脑袋的样子 不是你把脑袋搁在我的肩膀上 就是我把脑袋搁在你的肩膀上 一天到晚都有倾诉不完的忠常 连各自的男人都被他们撇在了一边 一有空就嘀咕 就跟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似的 小孔和金烟突然的和好 源于一次上中 依照次序 他们两个被前台的杜力 同时安排到一个双人间里去 来的是两个男人 老板和他的司机 老板喝了酒 司机没有 杜力在安排人员的时候 第一个抱的是小孔 这一来小孔就摊上了老板 而金烟坐的则是老板的司机 一群推拿店里的盲人按摩师 私密而真实的另一种人生悲喜 快乐 忧伤 爱情 欲望 野心 狂想 黑暗里的丰富情感 有声中国 有你有我 倾听美妙的声音 感悟五彩的生活 呼吸清新的空气 体验美丽的人生 让眼睛不再疲惫 让耳朵不再孤单 有声中国 让声音更加五彩斑斓 让阅读 增篇 更多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声音 来自有声中国 为您精心搜集整理 更多精彩有声小说 请访问 3w.ysce8.com 作者 碧飞鱼 小孔怕酒 主要是怕酒气 闻不得 两个客人刚刚躺下来 小孔就轻声地叹了一口气 说叹气有点夸张呢 也就是鼻孔里的出气 粗了一些 金烟走到小孔的面前 什么都没有说 却把老板的生意 接了过去 这个举动实在是 出乎小孔的意料 心里头却还是感谢了 金烟怎么知道 我害怕酒气的呢 想必是听王大夫说的吧 小孔想 这个女人真的有量 自己都对她那样 她却始终都能和王大夫有说有笑 私底下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小孔害怕酒气 是小时候落下的病儿 她在幼小的记忆里 父亲一直都是酒气熏天 在两岁的小孔盲眼之后 这个完美的乡村教师动不动就醉 醉了之后 再带着一身浓郁的酒气 跌跌撞撞的回家 父亲一回家 小孔的灾难就开始了 他会把女儿放在自己的大腿上 让女儿睁开眼 女儿的眼睛其实是睁着的 只是看不见 父亲却疯狂了 一遍一遍的命运 睁开 睁开 女儿不是不努力 可女儿一直也弄不明白 到底怎样才能算把眼睛睁开呢 父亲就用他的双手 捏住女儿的上眼皮 几乎就是撕 他一心要用他粗暴的手指 替可怜的女儿睁开他的眼睛 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这时候父亲就出手了 开始打 女儿的母亲还能怎么办 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女儿 但真正让小孔恐怖的还不是父亲的打 真正恐怖的 往往是第二天的上午 父亲的酒醒了 醒酒之后的父亲 当然能够看到女儿身上的伤 父亲就哭 父亲的哭伤心至极 他搂住自己的亲闺女 可以说是呼天抢地 这哪里还是一个家 活脱脱的变成了人间碧玉 母亲不想让女儿失去父亲 她在忍 一忍再忍 忍到女儿六岁 母亲终于提出来 她要离婚 父亲不答应 不答应可以 母亲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要求 为了女儿 你这一辈子不得再碰酒 父亲静默了一个下午 一个下午过去了 父亲答应了 父亲说 好 父亲用一个好字 干净彻底地 解决了他的酒瘾 从此没有碰过女儿一个手指头 父亲一不做二不休 为了他的女儿 他一个人去了医院 悄悄地做了男性绝育手术 成长起来的小孔 到底懂得了父亲 这是一份不堪承载的父爱 他强烈极端 畸形 病态 充满了牺牲精神 和令人动容的悲剧性 父亲是多不太爱自己啊 小孔是知道的 父亲实在是爱自己的 为了这份爱 小孔做到了自强不息 但是小孔对酒气的恐惧 却始终都不能消除 他是烙铁 小孔的记忆 一碰上烙铁 就会冒出 呛人的胡味 当然 这一切金烟 都是不知道的 金烟也没有问 没什么好问的 盲人自有盲人的忌讳 每一个忌讳的背后 都隐藏着不堪回首的胡味 可是不管怎么说 就因为金烟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 小孔对待金烟的态度 和善了一些 看起来 这个女人并不坏 她就是那样 用她自己的话说 她就是那么一个人 骨髓 却是热乎的 这一天下暴雨 推拿中心没有什么生意 两个小女人不想待在休息区里 一起去了推拿房 话又说回来 这些日子里 又有谁愿意待在休息区呢 沙富明和张宗吉 简直就成了两块磁铁 他们把相同的一级 对在一起了 中间什么都没有 就是能感觉到 他们在顶 除非有一方 愿意翻一个个 没有生意 闲着也是闲着 金烟和小孔就决定给对方做推拿 这不是推拿 是我伺候你一回 然后呢 你再伺候我一回 蛮有趣 蛮好玩的 他们做的是腹部减脂 所谓腹部减脂 就是对腹部实施高强度的搓 手 手 按 脊 捏 通过提高腹部温度 这个物理的方法 达到燃烧脂肪 并达到减肥瘦身 这么一个宏伟的目标 必须指出 腹部减脂 痛苦不堪 想一想就知道了 腹部那是没有骨骼的 穴位又特别的集中 同时也格外的敏感 更何况 女人的腹部就是那样的胶嫩 一把被推拿时揪住 拽起来 使劲的挤 使劲的捏 疼起来和烧烤也差不多 但是 疼归疼 腹部减脂的生意一直都很好 这说明什么 说明女人们越来越珍惜自己的 没有一个好腹部 那好衣服怎么穿的 再好的面料 再好的款式 效果都显不出来 好的腹部 还有一个更加迷人 更加隐秘的价值 直接体现在床上 做爱得靠这一把 是吧 做爱的基础在这 是吧 所以呢 腹部是要紧的 疼算什么 做女人 哪有不疼的 金烟和小孔并不胖 但是 两个人都在恋爱中 哪有恋爱中的女人 对自己的腹部是满意的 都不满意 很不满意 原因不复杂 她要和十六七岁的时候比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恋爱中的女人都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自己的过去一直比现在好 男朋友没赶上 只有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才能让自己的现在回到过去 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现有的腹部 小孔的手不大 力量却出奇的大 金烟很快就吃不消了 当然 小孔是故意的 毕竟是玩笑 你刚才把我弄得这么疼 现在轮到你了 你也尝尝姑奶奶的手段 金烟终于疼得吃不消 脱口就出了一句粗口 你个小贱人 小贱人是很特殊的一声骂 有闺蜜之间的浮浪 同时也有闺蜜之间的亲密 是咬一口的意思 两个女人只有到了特定的火候 才有可能成为对方的小贱人 一般的人断然没有如此这般的资格 我是小贱人 是吧 好 小孔不声不响 一把就把金烟腹部的皮肉给拎了起来 死死的捏在了手上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小孔开开心心的说 金烟是这样的一号人 嘴上从来吃不得亏 金烟说 小贱人 你再说一遍 小孔手上的力量和再说一遍成了正笔 金烟的嘴巴张开 已经张到了极限 不能更大了 直哈气 求饶了 小姐 不敢了不敢了 回头 我给你做使唤丫头 小孔松开手 松得很慢 这个小孔是有数的 放快了 能疼死人 小孔说 这还差不多 张开手 放在金烟平坦的腹部 轻轻的揉 打一巴掌 揉一巴掌 这是必须的 金烟的腹部平平整整 不只是平整 还像瓷砖那样 分成了好几块 比小孔的好多了 小孔喜欢 小孔不只是熟 还抚摸 抚摸了几下 小孔再一次把金烟的皮肉 轻轻的拎了起来 嘴巴却伸到了他的耳边 十分鬼祟的说 你这小肚子 浪死了 太来一定喜欢的吧 说 你们 有没有那个呀 金烟似乎 料到了小孔的问题 他从来不和太来 那什么 从不 金烟伸直了大腿 堵堵定定的说 没有 才没有 我们熬得住 这句话 话里他有话的 小孔突然一阵害臊 有些走投无助 只好把金烟的皮肉 再一次拎起来 说 有没有 金烟腾的两条腿 一起翘到了天上 浪得都没边了 金烟喘着气说 你 你真是想去打成招了吗 还没有 你看看你的两条腿 为什么翘得这么高 金烟愣了一下 扑驰一声笑了 说 我哪里知道 真不打自招的东西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为什么没有 完全是恼羞成怒 小孔瞒不讲理 为什么没有 这还用说吗 金烟认真起来了 说 我就想留到结婚的那一天 就这样 在我身边 我 没 没有 这 是 没 我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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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